国会改革法案6号将持续进行攻防战 其中绿营提出的废除国事论坛 还有接触国安机密的立委前往中国需要报备 两项修法都受到在野党批评 认为民进党不但剥夺立委发声管道 更限制了宪法的人民迁徙自由 南白两党先前党下管制立委访中一案 让民进党立委情绪失控 因为南白联手阻挡绿营修法 已经不是第一次 6号立法院司法委员会将在持续国会改革攻防 而在野党针对立委提出 参加过秘密会议的立委到中国或港澳地区 需要报备的提案有意见 无视于宪法保障人民有迁徙自由的规定 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在乎国家安全 为什么不干脆修法 要求曾经去过大陆及港澳地区 且上过酒店的人不得担任公职 这样岂不是更安全 蓝英痛批是政治操作 绿营也反击指称蓝白是中国代理人 才会担心讨论这项议案 只不过先起争议的还有绿营提出 废除国事论坛 原因是希望能有效利用时间 每一次国事会议大家讲的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国民党提出来的废除了理由 是说发言过于浓潮 其实发言只能三分钟 这个是他找理由 连动头脑都不动 争论了二三十年 国民党也有立委 也有类似的意见 反观国民党民众党一再的联手 让任何的议案不禁讨论 直接阉割了讨论的权利 这才是真正的没收了 国会立委的意见表达自由 日云也反击到底谁才干涉了讨论自由 司法委员会将持续审查议案 究竟会有何进展 国民党发动假机动员备战 不排除再提散会 就看民进党团如何见招拆招